你今天用PE线当指线 对PE线 这几号PE线 这个是1.5的PE线 1.5的PE线 那相当于4号到4.5号左右的迷路线 差不多 今天要搞大家伙 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 咱们在 其实我今天绑这个线组 主要是想调连用 其实咱们在调连用的时候 这个PE线它的这个优势 会比这个迷路线更好 迷路线你想一下 到了4.5号的时候基本上就很硬了 那这个时候你鱼在西施耳朵的时候 这个线老是挡在外面 老是挡在外面 这个他就不弯了 不容易进嘴 钩子不容易进嘴 PE线柔软 对但是PE线柔软 但是为什么说 咱们在调底的时候为什么 不用这种PE线呢 因为PE线就是说调底的时候 尤其是抛肝起肝的时候 很容易缠线知道吧 很容易缠线 所以咱们很头痛这个问题 但是你在调半水 勾极又大的情况下呢 就不至于会造成这种情况啊 再加上他又方便露嘴 进嘴啊 你今天这个勾具准备放多少 今天这个勾具啊 准备是放到10到12公分这个样子 调连用 让它稍微大一点 大一点 因为咱们在联用在觅食的时候啊 它这个嘴巴是一张一吸 一张一吸 那么就是说你这个 比如说钩耳挂在这个上口的啊 一般习惯我是挂在上口 那么鱼呢 它在你的窝边 或者说是下方 或者是上方 它开始吸这个耳料 对吧 在上方的鱼它肯定是 它吸不到的 耳料是往下走的 对吧 它到最终它还是要么就是得往下走 下面的吸食这个 吸食这个耳团 它是律师性的利用啊 它不是直接来吃你钩子 对 它是把那个水过进嘴巴里去使 对 但是鱼呢 它是越接 越接近你这个钩子的时候啊 它吸到的耳料是不是越多 对吧 如果说你这个鱼在下面 30公分的位置 这个下面可能这个耳料雾发下来就没有多少了 它这个时候肯定是吸得不过瘾 它就越接近这个钩子啊 它就越爽 吃的越多 所以说鱼呢 一般就是大概在这个钩子的耳团 可能下方10到15公分这个位置 这个这样的钩子是最合适的 如果说你这个钩子拉的比较大的情况下啊 拉的30公分 那么鱼在这个地方在吸食上面的耳料的时候啊 你下面这个钩子基本上就没有在它嘴边上了 如果你这个钩子刚好拉的是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啊 它吸一下钩子带进去了 就有信号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 它可能碰线啊压线啊等等情况 这样容易挂鱼是不是 对 你一起干净猫都鱼了 所以这个钩子呢 也不是说越大越好 就是适合它 就是最好的 当然鱼有大有小 一些大个例的鱼呢 可能就是说过去稍微拉大一点 它会碰在下面一点 但是这个线组呢 今天呢 我是有两个想要去改变它一下 第一个呢 我是想把一个弹房 加在这个紫线上面 弹簧 对 弹簧 这个吗 对 直接把它加在这个紫线上面 这样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咱们这个 尤其是新手钓友啊 咱们这个鱼团可能开不太好 状态呢 掌握不是很好 然后呢 抛干呢 要么就是容易掉 要么就太松散 对 这个是钓零碰到最大的问题 对对对 这个 你也在钩子上 复钩性不好 然后抛的时候 稍微用力 啪掉了 对 你说比重轻一点吗 扔到水里面 它也不沉下去 你说比重大一点吗 湿一点吗 一抛它就掉了 所以有一个弹簧呢 就能够帮助你 是很好的去抛干 嗯 耳团的状态 你稍微差 耳团是直接上在弹簧上 对 你也算差一点了 都没关系 附着力强一点 对 除了加上这个弹簧呢 我还有一个想法呢 就是想把这个 用一团棉花比较轻的 嗯 就是加在这个 呃 钩子上面 啊 这个我们上次提到过 对 有提到过 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去实践 没有去试过 所以今天呢 就想去试一下 嗯 这个把这个棉花就加上去 因为这个刚刚也说了 就是联庸 它是一个绿实性的 它是啊 过绿东西 是这种吸食的 这种鱼状啊 嗯 那么它在吸的时候呢 你这个光秃秃的一个钩子 尤其下钩的时候啊 嗯 它这个水流有时候 很能带动这个钩子 嗯 那么有了这一团棉花的时候呢 它这个水组呢 差不多就会大一些 大一些呢 它在吸的时候呢 它还会更加轻松的 去把钩子带进去了 嗯 在嘴巴里面去了 嗯 这个我们之前讨论过 觉得应该是有效的 对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所以想就试一下它 嗯 我们就把这个线组给它做起来 好 先钩子帮它上弹簧 对呃 弹簧最后才上吧 我先把这个棉花给它装上去 啊 这两个棉花装上去 把用线绑起来吗 对 把这个绑在钩子上 绑在钩子上 然后再用502稍微固定一下 这样的话 它是你掉的多了 它就不至于把这个棉花给脱掉了 嗯 也是用一团PE线 嗯 原来带PE线把这个棉花绑上去 对 绑上去 其实绑在钩子上面一点也没关系 嗯 没关系 现在把它绑完了就行了 绑的话我们就跟那个绑钩的方法的那种绑法一样 这样的话把它锁紧拉紧它 我突然间觉得有点像在做那个 飞银钓法里面那个飞银钩一样 是吧 啊 啊 都是用那个 在钩子上绑上各种各样的东西 对 草 那种干草啊 羽毛什么的 模仿出昆虫 对 它只是绑上转 把下面蓬松的让它蓬松 对 就是让它蓬松 嗯 越蓬松随住越大 对 震口 我有针口过 大家绑钩子有钳子一定要用钳子啊 一定要用这个啊 待会牙齿咬着一拖啪直接扎在嘴上 哇 那个太痛苦了 对 尤其是大狗的 注意安全啊 这样其实绑的就可以了 嗯 你这个结打的离钩屏这个结还是有点远的吧 对 有一点距离 就是要把它隔开啊 如果说你这个棉线啊 就是接近这个结啊 然后你再点上502的话 它会把这个子线呢 会变得很脆啊 用了久了 它这个东西就会被容易断啊 说白了 再加上这个502点上去 你大约没感觉是发热的啊 所以咱们留一点距离出来啊 点是点在下面 对不能碰到上面啊 对对对 然后呢 还不要点的太多啊 只需要点的咱们刚刚绑的这个线结上面点一点点就行 点多了 下面的棉花都变硬了 对 党口 对 对 啊 OK 行了 稍微加工一下 对 OK 一直包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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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走上了 哎呦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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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没事 这样就行了 它不会掉的 嗯 然后咱们这尽量啊 你这个这个其实也不用不用担心啊 其实一起干的时候 咱们这个东西在水里面 它下面是蓬松的 嗯 勾尖 它是露出来的 嗯 啊 不要把这个勾尖啊 然后全部挡起来了 然后你的胶水又多了 哈哈哈哈 就有可能会挡口了 嗯嗯 现在应该不会啊 这棉花也很软的 对 嗯 OK 再做另外一个 嗯 啊 修一下 嗯 修得圆润一点 对 这么一团 看起来比蛋糕就是水煮更大 更容易吸入 这嘴这里一张啊 嗯 这么一大团就可以容易进去了 对 它其实这个东西呢 到水里面出的 它这个鱼吸的时候就很方便 嗯 这应该不会引起鱼的注意吧 这个 这个警惕性啊 呃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的 因为像这种棉啊 它下了水之后呢 基本上是那种水的颜色一样的 啊 啊 就是 呃 团在上面呢 在雾化 其实鱼越更多的还是抵不出这个 额料的诱惑 零油很残 对对对 应该问题不大 嗯 对 像改装一下啊 嗯 如果掉起来是不是更有成就感 哈哈哈哈 呃 我觉得可以完全就是有一个想法啊 嗯 然后去实践它 嗯 啊 去动自己动手去做一做 嗯 啊 呃 当然就是肯定掉能钓上鱼的话 肯定是更有成就感了 嗯 啊 其实在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啊 有很多的一些 比如说现走改装啊 嗯 啊 一些其他的DIY啊等等啊 自己做耳料啊 自己做耳料啊 就做玉米啊 做酒米啊等等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呢 可以提前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会儿老曹 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 我们现在把上面的弹簧给他装起来 弹簧装这里 对 呃 那这个弹簧是要直接经锁这个拉力吗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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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簧只是用它来 呃 酸住这个耳料 比较好吃 方便上上耳料啊 嗯 大概这个够质 哦 用太空洞把他上下夹紧是吧 对 OK 那这个耳料距离还能随时调 呃 在他上面固定了就调不了了 上面是固定它 下面是太空洞 嗯 但是这个你看这个孔有点大啊 所以我这里用两粒小一点的 嗯 然后再加一粒大一点的 把那个顶住它 嗯 就只套套进去 对 嗯 这个弹簧对 对小调零容的薪损应该是很友好的 对 我觉得 会比较方便上耳料啊 嗯 你看 你如果你上面也是太空洞 下面太空洞的话 嗯 那你这个耳料距离勾的这个距离 也是就可以调了吗 啊 这个可以调的 嗯 这个距离是可以调的 嗯 这样感觉口乱的时候还可以调整一下这个耳料离勾的距离哈 嗯 对 这样方便打正口 好 那这组就完成了 对 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新组 嗯 那这个弹簧就是刚刚说的就是它可以自己自由的去调节 嗯 就是自己调一下高度可以自己调距离耳力钩子的高度 对 耳面在这儿对然后这边有鱼锡可以吃上钩嗯 下面一点有鱼锡可以吃下钩对 就是这样一个想法如果哎这样的话比那个耳团直接上在钩子上 嗯多了一只钩子就有机会了 呃其实就呃鱼在吸耳的时候啊 嗯 说白了它是没有一下子就马上你 它不像连用吸耳不像其他的鱼 你一下去它能够很快的去马上去抢你的耳料嗯 着你的耳料不是 它需要是雾化的东西嗯 你的耳团在这里它是慢慢的雾化 嗯它不是直接一上来就接着你的耳团 对它是直接上来就是它就在这个窝子里面去吸这种雾化完之后掉下来的东西嗯 但是它吸着吸着吸着慢慢慢慢就接近你的钩子了嗯 所以说就是有时候呢 这个上钩错的这个这个钩子啊也是有概率中鱼的啊有概率中鱼的啊 但是这样呢说白了就是说 能够更快的去有两个钩子去让它去更多一个机会 不然的话就得它画的差不多的时候上钩才能中鱼 对就是你一般你会发现嗯 就是你比较下针之后比较快中鱼的是下钩嗯 你上钩如果是上了的话你如果中鱼了是你在等了很久的时间嗯 快化完的时候对 不不要上升过程中对中了一个上钩啊 嗯 所以这样一个情况